日本二戰強徵公案 在南韓宣布第三方代陪之後 暫時告一段落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隨即接下南韓總統 尹錫悅遞出的橄欖枝 即將促成日韓領袖會晤 印案田文雄之妖 尹錫悅確定將在十六號出訪日本 兩人會面除了要敲定徵用公案 解套後續 各界也關注懸而未決的出口限制 以及韓日軍事情報保護協定問題 能否跟著迎刃而解 2011年底 時任南韓總統李明博訪日 日韓因為未安復議題意見分歧 從此中斷元首互訪 日韓領袖這一回有望 時隔十二年共同召開記者會 宣布重啟每年互訪的穿梭外交 也被視為兩國關係發展重要里程碑 侍逢海美同盟七十周年 尹錫悅四月份還要赴美 與美國總統拜登見面 五月份韓美日元首將齊聚日本廣島 聚齊峰會 韓美日元首會也舉行在望 日韓大和解 南韓還宣布加速參與 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機制 日本共同社消息指出 美國政府如今也有意創建 韓美日新框架 以應對北韓威脅 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帶著二女兒 金主愛視察活力突襲演習 六枚導彈向空中啟發 氣勢驚人 北韓九號傍晚又發起武力示威 這一回改朝西部海域發射短程導彈 韓艦選在內陸湖泊射出 製造水下發射假象 企圖繞亂雷達 在韓軍方分析 北韓這一回還是衝著韓美軍演而來 十三號韓美將時隔五年 重啟自由護盾大規模聯合軍演 而韓美空軍今年第一場雙鷹演習也才剛剛落幕 如今韓美扣著軍演賀阻北韓 憑讓當局完全不敢內宣 金與正多次開槍都僅透過北韓外宣媒體 南韓觀測認為是擔心動搖政權 美國國家情報總監最近就在年度報告當中指出 金正恩將核武視為維權終極手段 從未想過放棄 對美國南韓構成重大威脅 華府智庫北緯三十五度衛星照片 最近也捕捉到 北韓平山右礦廠三個修作多年的樹井 恢復採礦 引發關注 TVBS新聞綜合報導 前回到北韓平山右邊 開槽 早快判 早就要 頂起來